诗篇五十二篇八节 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 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 诗篇五十二篇的背景 是以东人多义来告诉扫罗 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 因为多义向扫罗通风暴行 因此追杀大卫的结果是 枉杀了祭司等有八十多人 一到五节里 诗人他以永世来表达对恶人的嘲讽 因为他们竟然不惧怕大有能力 而且恨恶罪恶的神 他们又逼害义人 经文说永世爱行恶 又爱说谎 以诡诈和毁灭他人的话 而神也要让毁灭灵到他 一到九节经文里 也构成了三个对比 首先是恶人不断自夸 而义人却不断倚靠神 神永远除灭恶人 义人却永远称谢神 接着第二个对比是 神从帐篷把恶人抽出 义人静殿见神并蒙赐福 恶人则不得见神而灭亡 第三个对比是 义人要如橄榄树般暴胜 但是恶人却要被拔起 六到九节里 诗人说道 义人看见恶人的结局 对神存敬畏的心 认定神是生命的宝藏 诗人以信心见证神慈爱 是永远可靠的 他要称颂神的名 在这经文中 诗人他感叹 在神的子民中 竟然有这样行恶的人 他们知道神 却不敬畏神 他们知道神是慈爱的主 却以为神既有慈爱 就不会与人计较 而且会赦免人的罪 以致就放肆地作恶 他们不择手段 以恶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压制别人 建立自己 甚至用舌头去伤害人 虚构谎话去陷害人 使自己得益处 七节诗人说道 这就是那不以神 为他力量的人 只倚藏他丰富的财物 在邪恶上建立自己 他们以钱财来行恶 欺负人 神会惩罚及毁灭恶人 物节诗人说 神也要毁灭你 直到永远 他要把你拿去 从你的帐篷中抽出 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神绝不会视而不见 让恶人得逞 他必会惩罚恶人 行恶的终必归于无有 当我们看见恶人作恶 心里不要心怀不平 因为我们相信 神是公义的主 他必会惩罚恶人 恶人虽然依靠 邪恶诡诈的作为 得着今生短暂的钱财和权食 但是义人却选择 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 而永远承受神的名 他的生命就像神殿中的 亲感人数 持续长青 长结果子 当恶人不住地自夸的时候 义人却要永远称颂神 让我们时刻地警醒 信查自己 我们的生命是否像光 照在人前 教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